打开温泉水坐入池中 天气冷不少民众就爱泡汤暖身子 不过 消气会抽查全台24家大型温泉水值 竟然发现知名北投老爷酒店的大众南汤 里头总溶解固体量和总流化物数值 双双低于标准值 另一家水美温泉会馆的客房 总流化物含量也未达标 北批评温泉根本泡假的 泡温泉就像在泡地表水 检测可能是只有表层的部分的水值 那其实因为白黄泉池 它本来就会有自然沉淀的现象 被指控泡温泉像在泡热水 老爷也拿出监测报告反驳 强调白黄泉的特性容易沉淀 加上消保树去年10月检测时 因为天热没人泡汤 静置过久的情况下又只测表面 恐怕有失公平 水美也有话要说 今天如果下大雨 那我们在源头的时候 它的温泉就会有产生变化 那它如果当初送下来的时候 你只有在我的客户端去检验 你没有去出水端检验 对我们来讲会是公平的 因为每天的数字都会不一样 控管的出水端的检验标准 跟我们的客户端的检验标准 必须要是一致性的 点名业者被要求限期改善后 1月初再复检 短短3个月就成功达标 专家指出硫化物的确会沉淀 但如果有不肖业者 想到温泉里偷家硫黄粉 也可能蒙混过关 除了检测报告 民众还可以看看温泉水的华逆程度 来轻易辨别 借张氏口动力台报道